社团法人台湾远距智慧之爱公益联盟 长期关注社会及偏向医疗 联盟之一的健康联网资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克宇 号召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 国际实质会300A-2区 以及第一商业银行等团体 共同捐赠21套智慧招呼设备给县府 同时捐赠40万元给铺里基督教医院 让医院购买24套智慧招呼设备 协助南投县改善地广人息 民众就意不变的情形 感谢台湾远距智慧公益联盟 再度的结合我们的第一营航 还有我们健康资讯 国务有限公司 以及台湾金融研究基金会 让我们南投县可以再增加 45台的远距照护医疗设备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为 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利用在 普里基督教医院会跟县府一起共同 来布置这些远距设备 让我们朝向我们设定的连底目标 健康联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克宇表示 捐赠设备只是一事 希望能够达到跑转影域的效果 同时让卫生局引导造福机构 系统合作三用设备 让民众感受到有温度的服务 我说我捐赠这些东西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举例 能够引导医事机构 能够引导这些造福机构 来做协同合作 善用这些设备 从六月到现在的落实 大概快四个月的时间 其实南投县上我们真的觉得 非常的棒 你可以看到仅仅四个月 二十个设备 我们已经量测超过 三万五千多个人次 我相信这是台湾从未有过的记录 仙缘神书曾指出 非常高兴南投县能够收证此设备 透过云端的方式 能够让晚辈了解到长辈的身体状况 也感谢各个捐赠单位的善心依举 大家都知道 我们南投县地缘辽阔 然后也有很多乡镇是被列于偏乡 还有我们的人口其实是高龄化的 所以在这个长照 结合科技 结合智慧的过程中 就会非常的重要 那非常开心 我们南投县可以获得这个捐赠 就是这个智慧照顾的一个服务 我想这个服务对我们南投县民 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会有很多的晚辈 可以透过云端的方式 来了解留在南投的父母亲 他们的身体状况 那我认为这个其实也是县府 应该要去继续支持的一个仪器设备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盖列某也表示 后续也将与县府卫生局合作 达到低碳永续健康福祉的城市 从智慧健康云建立平台 与医疗院所连结 减少健保与家庭的医疗支出 记得出门去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访报道